女孩被男人强暴后,艰难地爬了起来,男人在旁边不解地看着她,她没有发现,女孩站起来时,偷偷拿了一块石头。 女孩知道树林边上有一个湖,她拼命地跑到湖边跳了进去,奋力地往前游了起来,几个人追到湖边,男人开始朝着女孩开枪,女孩往前游了没多远,就被打中,鲜血瞬间染红了红面。 几个人确定女孩没有动静后,就在湖边找到一户人家借宿,主人夫妇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,几个人根本想不到,这对夫妇就是女孩的父母。 而那女孩也并没有死,重伤的她从湖里爬上岸,挣扎着爬到了自己的家,女孩名叫小雪,旁边黑头发的女生名叫小元,是她的闺蜜,小元工作的便利店还没下班,两人正讨论着下班后到哪儿玩。 一个正在购物的男生听后走过来,介绍自己叫小刚,并邀请两人到她那玩,小雪本来不想去,但射牛的小元还是把她拉了过去。 小刚给的地址是一个汽车旅馆,进去后,小元就自来熟地和小刚聊了起来,大家都是同龄人,很有共同话题。 聊了一会儿,小雪就发现这男生也是一个不错的人,熟悉后几个人玩闹起来,就在这时候,又有三个人走了进来,小刚很明显的人开始紧张。 她向两个女孩介绍,高个子男人叫秦寿,是她的父亲,女人叫阿莲,是父亲的女友,另外一个男人是她的叔叔,名叫楚生,三个人言语粗俗很不礼貌。 小雪和小元感觉很不舒服,他们想离开也被三人拦住,阿莲看中了小雪的外套,走过去直接扒了下来,小刚想让父亲放女孩们走,秦寿不但不听,反而一拳把她打倒在床上,她把报纸摔在小刚面前,上面全是通缉他们的照片,原来秦寿本来就是一个通缉犯,在警方抓获她回警局的路上,一辆皮卡冲过来重重地撞上了警车,车上的两个警察都受了重伤,皮卡上下来两个戴面具的。 看开车的警察没死,一人马上掏出枪捕了一下,等他们摘掉面具能看到,正是阿莲和楚生,秦寿在后面坐着,只是受了一点轻伤,下车后,她用安全带勒死了另一个警察,阿莲和楚生在旁边开心地看着,从这点能看出,三个人毫无人性,现在为了避免自己暴露,他们更不可能放走女孩们了,小元马上变得害怕起来,呼喊着让他们饶命,小雪比较镇定,在旁边试图安慰闺蜜, 但小元的心里,已经接近崩溃,她挣脱楚生,跑进卫生间,并反锁了门。卫生间的墙上有一个窗户,但是已经嗅死了,小元怎么也打不开。 就这样,两个女孩被她们掳上了车,跟着她们一起逃亡,大路上不时有其他车辆,甚至是警车路过,为了避免被发现,禽兽开车拐进了树林的小路。 而小雪的家,正好就在树林里,地图上并没有标注这里的小路,禽兽不知道往哪里开才能出去,小雪趁机给她指路,说这里的路她比较熟。 禽兽按她说的方向开,其实这是去小雪家里的路,几个人对小雪的表现很满意,甚至讨论要不要小雪跟着他们干。 小雪趁着几人放松警惕的时候,偷偷用脚摁下了点烟气,等车子经过小雪家路口的时候,小雪冒险开始了反抗。 小雪在中间坐着,想出去必须从阿莲身上爬过去,但阿莲和楚生很快就反应过来,死死地抓住了她。 就这样,小雪又被拽进了车子。 几个人都只是受了轻伤,只有楚生严重点撞断了鼻子。 为了发泄怒气,也为了惩罚小雪的逃跑行为,禽兽和楚生当着她的面杀了小源。 小刚害怕地缩在一边,觉得儿子太懦弱的禽兽,就想锻炼一下儿子,让她上去强暴小雪。 但小刚拼命反抗,拒绝动手。 恼羞成怒的禽兽,自己强暴了小雪。 等小雪站起来后,用石头砸了一下禽兽,跳进湖里,准备游泳逃走。 但是追来的禽兽,开枪打中了她。 小雪瞬间失去动静,飘在了湖面上。 几个人以为女孩死掉了,就在湖边找了一户人家,说他们出了车祸需要帮助。 户主名叫阿强,正好是名医生,看见楚生的鼻子有伤口,她还细心地进行了缝合。 阿强的妻子阿珍,还煮了热咖啡,让他们几人暖暖身子。 三个人本来不敢借宿,想找旅馆。 他们怕别人发现是通缉犯,但阿强告诉他们,方圆几十公里,都没别的人家。 而且外面正在下大暴雨,他们只能留下来住。 小刚想找卫生间方便,阿珍给他指了指方向。 小刚过去经过厨房的时候,在冰箱上看到了小雪的照片,他这才知道这里是小雪家。 阿珍过来,正好看到他在看相片,就热心地介绍那是他可爱的女儿。 小刚受不了这种冲击,跑进卫生间瘫了下去。 等平静下来后,他从卫生间出来,看见厨房没人。 他把一串项链放在了水杯旁边。 这项链是小雪的,小雪被强暴的时候掉在了地上,后来他看见就捡了起来。 阿珍把几个人领到旁边房子住,这里因为下大雨停了电,现在只能点蜡烛照明。 把他们安排妥当后,阿珍又回到了他们常住的房子。 这时候,小雪已经从湖边爬了过来,夫妻俩回到卧室也准备休息。 阿珍感觉这帮人很奇怪,让阿强去锁好房门。 阿强锁门的时候,听到外面好像有人砸墙。 阿珍这时候也听到了,声音好像是从外面走廊传来的。 夫妻俩打开门查看,发现是摇摇椅在晃度着撞墙。 阿强蹲下查看女儿,一眼就认出她受的是枪伤。 夫妻俩赶紧把孩子抱进了房间,阿强先让妻子拿来一把刀,准备给女儿取子弹。 但子弹嵌在了骨头里,阿强只能先稍结止血,等去了医院再取子弹。 阿珍在厨房找烈酒给女儿消毒用。 这时候,她发现了杯子下面的项链,她知道这项链小雪一直戴在身上。 现在项链出现在小刚的杯子边,她马上猜到了这中间的联系。 外面阿强给女儿接着检查身体,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伤口。 等她看见小雪下身的血污时,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。 小雪痛苦地呻吟着,呼吸越来越困难。 阿强听出女儿肺部有血水,马上在肺部侧边切开一个口子, 插进一根管子,引出里面的血水。 小雪这才呼吸平稳下来,阿珍这时候拿出项链给阿强看。 阿强本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 听妻子解释后,她才反应过来。 瞬间,愤怒和痛苦充斥了阿强的内心。 女儿需要尽快送医院治疗。 她们计划走水路,先离开这里求助。 在湖边的仓库里有一个小游艇。 阿强过去检查的时候,才发现,要是没在游艇上, 她跑回来问阿珍。 阿珍也不记得,要是放在哪里了。 两人赶紧分头找钥匙,阿强跑到工具间找。 阿珍则留下来在房子里翻。 另一边房子,禽兽企业区上厕所。 小刚一直都没有睡,看到禽兽进了卫生间后, 她过去偷偷拿走了禽兽桌子上的枪。 阿珍正在仔细找钥匙的时候, 禽兽忽然进来了,把她吓了一跳。 幸好禽兽是从后门来的, 没有经过客厅,就没发现小雪。 阿珍强迫自己镇定下来, 故意说一些暧昧的话, 疑惑禽兽,让她去客厅等自己。 她拿些好酒过去聊聊天, 禽兽开心地朝客厅走去。 除生就这样领了盒饭, 阿强赶过来,看见妻子没事松了口气。 夫妻俩悄悄地来到旁边禽兽睡的房子。 船钥匙说不定在这边, 他们刚摸到禽兽的卧室, 就看见小刚在角落坐着, 并举枪对准了他们。 夫妻俩以为这一下完蛋了, 没想到小刚调转枪头, 示意她过去拿。 阿强这才明白小刚没有坏痛, 他悄悄地走过去, 拿到了手枪。 床上熟睡的人毫无察觉。 禽兽站起来, 跑进了前面阿强的房子, 本来他也不知道夫妻俩为什么动手。 等看到客厅小雪带血的衣服后, 他就全明白了, 阿强把手枪交给妻子防身。 他们来这边的时候, 已经把小雪放在了船上, 阿珍留下来保护女儿。 阿强自己过来寻找禽兽, 禽兽躲在楼上。 这时候正好看见, 小刚拿着手电跑向了湖边放船的仓库。 他马上就明白过来, 大声问阿强小雪是不是放在船上。 他要过去再陪陪小雪, 边说边打开了窗户, 阿强循着声音靠过来。 等他冲进房子的时候, 只见窗户开着, 禽兽已经不见了。 阿强毕竟只是一个医生, 面对穷凶极恶的通缉犯, 他根本不是对手, 很快就被禽兽打倒在地。 看着地上的阿强, 禽兽准备给他最后一击。 原来是小刚拿枪跑了过来, 他求父亲放过这家人, 但没有人性的禽兽, 根本不在乎。 他知道儿子懦弱不敢开枪, 就一下把手枪打到了一边, 杀红眼的他掐住小刚的脖子, 用铁棍刺破了小刚的肚子。 禽兽终于被打倒昏死过去, 第二天, 夫妻俩找到钥匙发动了船, 小雪坚强地活了下来, 他们带着女儿前去医院, 小刚也被他们给救了下来, 阿强能看出来这孩子善心为母, 那禽兽到底怎么处理了呢? 昨晚禽兽醒来后, 发现自己不能动了, 阿强看他醒了, 就给他解释, 是因为弄断了他脊椎的神经, 说着他把禽兽的头放进了一个机器, 是什么机器呢? 是一台大功率的微波炉。 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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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